食品的问题很多嘛 你可能会开始比较关心自己的身体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在去年Google有推出一个 我觉得蛮好的东西叫做 人体浏览器 您看一下 你也没有看过 在这边 8d browser 你把它点进来 那么这边的话 如果您的浏览器有资源的话 你怎么会像这样 那原则上你要用比较新版本 比如说IE9 或者是Firefart或Google 才没有办法看到 那除了你要有新的浏览器的版本以外 你的那个显示卡 要有资源所谓的webGL 如果你比较旧也许不行 所以这不行就是 你说点过去这个网址 你看它叫 8d browser.google.com 你看Google做的服务也许多 有没有 你的浏览器怎么不支援 你进来会像这样子 他说 讲太久 你只能给你看到这样 嘿 他告诉你说 有没有 你现在要用新的这个叫webGL 这样的一显示技术 然后呢 你要用新的标准的 有没有 这个是新的标准算 而且你的浏览器要支援 好 那我的浏览器有这个 是这个这台电脑里面的那个显示卡 应该像我们这种都是显示的 所以那个效果会比较差 就没办法用 那没有关系 好 我连回我家给你看 你们招开我们家来 来这里就会有没有 有没有 这是正常看到的 各位以后 可能医生要跟你讲 你哪里有问题 现在定例你会用这样 挥着 这样而已 哪里验张 这里受伤 给你画一个圈 以后不是 Google的栏器直接 打开给你看 你现在看到一进来之后 他是有穿衣服的 对不对 这是及时互动的 嘿那 您看到左手边这边 有很多的工具有没有 你看 这样 这是有穿衣服的 好 那你也可以看Muscle的 可以看骨架 可以看器官 可以看心血管 嘿 其实还可以看大脑 嘿 不过他现在只有一个Muscle 那我们往 这边看 你给他看 有没有 你看哦 你要看Muscle的 这个Muscle的 嘿 这个其实如果老师 您教的是那个什么 那个 健康教育应该蛮不错的 哈哈哈 你可以真的了解一下说 你的器官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你看Muscle 对吧 哪一块肌肉 而且最主要是及时互动 对吧 这是二头肌 没关系我没关系 哈哈哈 你看后面的这些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今天 因为他是女生 所以这个 还有这个 那你今天 如果要看骨架 有没有 看骨架 哪里有问题 现在是还有内脏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 把内脏拿掉 最后你要讲那些 胃肝 肝 肝 大肠 小肠 然后这个 肝肝 对不对 嘿 放大了 而且你还可以怎样 还可以往前进哦 嘿 你可以往前进 像Google那个什么 那个Google地图一样啊 你可以放大啊 对不对 嘿 他最近他右手边又增加了这些工具了 还是有参照针哦 还是有手电筒 哈哈哈哈 这是最近增加出来的 我没有 我没有特别试过 不过 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 哎 你要看内脏的 这只剩内脏 有没有 嘿 这样子就很清楚了 那 以后事实上这些 跟我们那个Google地图一样 标记出来之后 你的问题就在这里 下次直接上网看就好 好 那 像你现在看到这个 然后这个是心血管的 好 比如说有 有那个 有没有 血管的 哎 动脉静脉 他的流经的这个过程 好 然后你看到绿色是什么 零八 嘿 零八 好 这个 所以你还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地方 对吧 这是整经的 嘿 所以有没有发现还蛮好玩的 你知道 我想哦 会有互动性的 会直接走看影片 或是看那个 来得清楚 因为他可以玩看看 可以转看看 好 然后你要看大脑的 对 大脑的 那事实上这个都还可以制定 就是我曾 谷歌出来 他加上 那个血管就好 我们左手边是内定的 那他现在有男生跟女生 我们刚刚看女生的 你给他男生就看男生的 所以他最近还有做一些更新 好 所以这个是还蛮特别的 谷歌的服务 除了看网页 还看外太空 各位老师有没有用过谷歌地球 如果你看 您教的是地理的 谷歌地球一定要会用 对不对 哦 那这些东西呢 现在他已经要看到人体来了 以后不知道 会不会看到别的 不知道 嘿 这蛮好玩的 所以 您透过这个方式 这样的一个 你看男生的 哦 这 带给他不错哦 哈哈 当然了 当然了 你不能换自己的 你的是你的秘密啊 哈哈 对不对 好 所以 再给大家参考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那么 除了这个之外呢 老师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iPad 后来发现老师 有 有哦 我有头发觉 你也没有玩过iPad 也许有的有 但是iPad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 不只有flash 老师有没有最近有看到红季的广告 象征那一个 我昨天有看到 还蛮不错的 还蛮 就是蛮经营的 他这个主攻什么 iPad的缺点 不支援clash 没有USB 哈哈哈哈 是不是一种封闭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 忘记了 反正有几个缺点 不管他 不过是早人家 在iPad那么红 他卖得最好 对不对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好那 怎么办 所以 老师可能 慢慢的 你会看到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HTML5 什么叫HTML5 我们现在用的 我们现在做网线设计 都是HTML4.0的版本 好 但是 你会发现说 我们在做所谓的多媒体的内容 包括影片啊 声音啊 动画啊 有没有发现 少了flash 就好像少了 一条 心哦 就觉得好像怪怪的 又会怎么样 没办法互动啊 可是你今天到了什么 到了这个 HTML5之后 哎 他不需要flash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找个网站给各位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个呢 在我们部落格里面有 有稍微写一下 里书走 就是 那个 线上的那个什么 写书法的版体 好 写书法的 在这边 这里有一个 有没有 这一个 那么你点进去之后 其实 你可以把那个 练习一下书法 反正大家很久没练习了嘛 对 他还可以把你的 写的那个过程 把它记录下 变成动画 他可以分享出去 那当然 他会建议用i9 或者比较好 好 不过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用这个 这来看 不过好像现在速度比较慢 好 我把这个 我用 我直接用IE来看好了 我们到这边来 来 把它用IE 看到这边 你看这里 有没有Garrett 一样 对不对 你看 哇 那大家都是好像 好厉害 这都用华主下 还有人会 很会画画 所以 这个你可以像这样 如果你有兴趣的 我们每一年不是都会 选一个字来做代表字吗 现在已经过完年终了 对 已经过一半 今天6月1号的话 你可以自己选择 我要write 那么如果你老师有 那个Facebook的账号 有没有 直接登录就可以用了 好 他会帮你把它记下来 那么 我假设 假设我现在 我就try it就好 你要登录也可以 用Facebook的账号 登录也可以 好 在这边你不能写 因为它要带你用IE9 或者用比较新版本的 好不好 把它这里还没 来来 等一下 我把它换一下 刚刚那个在Chrome卡住的 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好 就从这边write就好 好 进来了 诶 老师有看那个动画 等一下会有个动画 那这个load in 那老师应该知道 如果是Flash 按右键是就Flash的选择 它是没有那个的哦 没有推定囤新档的 对不对 可是你看我这边按右键 有没有发现不是Flash 好这不是Flash的选择 那我们稍等一下下来 还有先写给你看哦 可是你看我按右键 真的不是Flash 有没有 今天要握个白钱哦 写字 也是要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要磨磨啊 好 现在完了 动画示范完了 首先 你可以告诉他你的IE9 要怎么样 粗一点还淡一点 这些是不是有互动的 再确认一下 按右键真的不是 所以如果你要磨比较浓的 好 咦 要比较大小小小小 好 老师最近要学什么字 最近如果老师 偶像剧看比较多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不是这样 最近这个字比较流行 好 那如果做好了 怎么办 假设 你已经完成了 你看哦 Finish 考虑一下 有没有录下来 有了 你可以就随时就分 发布到你的Face部分上 很奇怪 不用Face就可以做完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新的 那个所谓的 HTML5.0 那慢慢的 呃 你会发现 网站会越来越多 用这样的技术 当然不可否认了 如果您的浏览器 还留 停留在IE6的 那你就拜拜 哈哈哈 至少要到IE8以上 好 IE8以上 IE7 恐怕还不行 好 所以这个部分 给老师稍微参考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 新的资讯 给大家做 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